万米高空之上 飞机剧烈摇晃 乘客的呼救声不绝于耳 而一位女子却异常淡定 手中握着一把短匕首 露出诡异的微笑 起身离开了现场 机长哭着向女主求饶 这是万米高空 杀了她 大家都活不了 女子从容一笑 你的命并不值钱 机长听到这话 决定拼死一搏 掏出手枪猛然射击 还有后手 却像早已被撂到一般 女子微微侧身闪避 就躲过了这致命伤 向前发起进攻 历任划过身体 结束了这人的生命 不就是开飞机吗 又不只有一个人会 女子名叫苏承越 是华国的一名高级特工 此次是来执行暗杀任务 她正从容不迫地操纵着飞机 全然没有想到 这会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下一刻 透过飞机的窗 她看见了一颗陨石 划过天空 眼前最后的影像 便是陨石逐渐接近的画面 一段时间之后 苏承越在一处山洞中 悠然转省 看着身着古代华服的自己 她第一次显露出惊诧的神色 她竟然没死 而且还出现在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地方 难道她也狗血地穿越了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还没等她细想 作为特工的敏锐直觉 让她察觉到 身后有人在逐渐靠近 情况不明 敌我不明 司机此处 苏承越万事不绝 选择装睡 身后山洞中 一个男子的身影 正在缓缓靠近 看着面前熟睡的佳人 她面色晦暗不定 伸出两只手指探测 感受到女子强大的圆能波动 顿时觉得非常难得 但她也敏锐地察觉到 女子灵魂似乎受了伤 男人从袖中 掏出一个白玉瓷瓶 取出一枚 散发着蓝色荧光的丹药 缓缓喂到女子嘴边 结果一口被女子咬住 挣脱不开 吓了一大跳 苏承越确实不能再装睡下去了 她还不知道 面前男人是敌室友 她是什么人 又为何要为她丹药 闪身扼住男人咽喉 但她没想过 这是个玄幻的世界 男人只是伸出两指 苏承越顿敢飞沙走时 周围的环境都摇晃不已 男人眼中是蓝色的光辉 口中念念有词 一个法阵似乎就此形成 苏承越向后仰倒 头撞上了石头 吐出一口血 好强悍的力量 修真世界不好惹啊 而此时男子也意识到 对方虽然原能强大 却不会任何法术 既然手无腹鸡之力 却还敢出手偷袭 也真是胆大妄为 不过她并不是小肚鸡肠之人 苏承越此举 是为了自保 男人伸手去撕扯女子的衣服 这可给苏承越 吓了一大跳 难不成她是个 趁人之危的禽兽 原来男人是要为她治伤 二人双掌相对 灵力倾气而出 苏承越感受到 一股暖瘤进入身体 状态好了不少 她不是不懂感恩之人 更不愿意欠人情 便直言 需要她做些什么 作为报道 男人咬破指尖 这个好说 还不等苏承越反应过来 指尖的血液 就已经点上了她的额头 男人口中念念有词 说的是 结尾主仆的契约 一阵光芒过后 额头的灵血吸收 苏承越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这契约让二人同生共死 而且男子的命令 苏承越无法违抗 这是要她做她的奴仆 苏承越张张嘴 有点没从冲击中缓过来 但又不愿意毁约 毕竟现在人生地不熟 这个男人看样子有些来头 不如先找个靠山再做打算 转过身去 男子露出了得逞的微笑 不过这些话 还是等他们活着出去再说 男子领着苏承越 往洞外走去 途中不禁好奇 一个毫无法术的弱女子 怎么会出现在 这种凶险之地 苏承越哪里知道 她一睁开眼就在此处 定睛一看 面前巨兽张开 血盆大口 喷泊出的空气 直逼她而来 小心 男人一把拉过苏承越 将她护到一旁 手中掐绝 灵力光滑清晰而出 一看就不是凡俗之人 随着法阵光滑越发清晰 怪兽被光芒笼罩其中 这原来就是传说中的 上古神兽穷奇 看着可不好对付 他不会刚穿越 就要小命不保了吧 此刻也只能寄希望于这个男人了 他们两人 缔结了同生共死的契约 现在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男人勉力维持 看样子 情况不妙 穷奇还在诛心 要二人放弃挣扎 他很快就要撞碎法阵 届时 二人难逃魔爪 穷奇是上古神兽 如果不能一击击 恐怕后患无穷 男人眉头紧皱 运转周身园林七阶的气力 月阶结出了八阶法阵 虽然已经算是天之骄子 但对于穷奇来说 还不够看 他伸出魔爪 掀起一阵刚风 像利刃一般 划破男人的皮肤 将他身上的衣服 寸寸吹裂 此情此景苏承越 还有心思赞叹 这身材比他合作过的男特工都好 露出欣赏的神色 果然是个大心脏 男人担心苏承越的安慰 喊他躲在自己身后 苏承越脚下不停 很识时误地往那边靠拢 但对于自己有朝一日 也要靠男人保护这件事 还是颇为不爽 眼看着笼罩 就要伸到眼前 穷奇心中已经开始庆幸 气节修饰 就要成为他的养分了 想想还是令他激动不已 也试着千军一发之际 男子闪身上前 为苏承越挡下了致命一击 苏承越头撞在他坚硬的胸膛上 男人嘴中吐出一口鲜血 头发刹事间由青丝转为白发 感受着面前男子的心跳 苏承越顿时红了脸颊 好暖和的肉体 自己心跳加快了 此时男子挺直了身躯 苏承越一个不察 差点摔落在地 仰头看见男子帅气的面容 一头白发添了些许颜色 还不快起来 贴在我身上做什么 听见男子这话 苏承越脸上如火烧一般 太丢人了 他可不是故意的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污点啊 男人来不及多想 面前的穷奇还没有解决 他手中再次掐绝 此时散发出的红色流光 令人心生畏惧 饶势不会法术的苏承越 也感受到了此攻击的威力 红色的法阵辅易结成 穷奇也惊骇不已 气阶修士 怎么可能结出九阶法印 除非他的身份 穷奇心下感到不妙 即使毫无修为 苏承越也感受到了 男人身上的力量 非同小可 他究竟要干什么 难道他要靠一己之力 封印穷奇 此时的穷奇 已经是困兽游动 面对如此强大的九阶法阵 穷奇生出了拼死一搏之心 即使吃不了他 也不会就此被他封印 他一定要拖二人下水 穷奇的口中 爆发出一股强悍的能量波 像一颗炸弹一般爆炸开来 二人便没有了意识 再次清醒过来 苏承越感受到 一个裸男压在自己的身上 连忙推开 原来是方才的男人 他身体虚弱 满头白发 明眼人一眼 便能看出他身受重伤 想到他受伤 也是因为自己 苏承越心中有些抱歉 他并不是故意的 此时 他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男人虚弱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他腰间有一瓶聚灵伞 帮他拿出来 苏承越目光向下看去 那聚灵伞 不会是在那个位置吧 这不好吧 但听到男人虚弱的咳嗽声 苏承越还是心软了 我帮你拿 你可别死了呀 他紧闭双眼 手向下探去 不断摸索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瓶丹药 只好对男子上下起手 好像摸到了什么不该碰的地方 男子发出一阵闷哼 不是吧 苏承越震惊的妈了 他可不是变态 郑玉拿开手 男子却出声制止 还没到位 什么到位 这是可以说的吗 男子抓着他的手 向下探去 还没到位 你刚才摸偏了 这气氛也太不对劲了 苏承越倾咳两声 缓解尴尬 但突然反应过来 明明他自己能动 为什么还要他帮忙 取丹药 男子脸上露出一片羞红 苏承越刚刚摸错位置 不小心刺激了 他的穴位之上 是激发了出来 但此时他的身躯又猛然一致 面露痛苦之色 身上的伤痕都爆发出来 你怎么了 苏承越慌乱不已 男子缓缓解释 除非救急那穴位 不可随意出动 虽然激发圆灵 但伤害根本 现在这样是反噬的预兆 快帮他服用解药吧 男子脸上的痛苦神色 越来越重 苏承越也不敢耽搁 将一枚金色的丹药 放进了他的嘴中 男子眉头紧皱 像是坠入了无间地狱一般 痛苦地发出了叫喊 身上的血痕也越来越重 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承越也慌了手脚 又发生了什么 他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 如果男子死了 那他身上的契约印怎么办 岂不是要和他一起死 看着男子低垂下去的头颅 苏承越灵机一动 好像还可以抢教一下 男子疑惑不解 他连法术都不会用 又有什么办法治疗伤势 殊不知 苏承越作为21世纪的女特工 能自保自有自己的一番手段 他的血液有治愈的功能 可以让每次遇险都逢凶化疾 只要不是致命伤 苏承越就不会死 私己此处 苏承越也顾不了许多 划破自己的手指 将血液喂到男子嘴边 感受到香甜的血腥之气 男子微微合眼 张口寒柱 吸收他指尖的血迹 这感觉不对劲啊 好像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他要下车 两队兵戈相见 他们手中紧握着锋利的长剑 随着一声清脆的刷刷声响起 剑间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决斗的气息 这时其中一个黑衣人伸手 打断了紧张的气氛 等一下 他不知从哪拿来的红头巾 系在了自己的额头上 软链绒在一旁大口吃瓜 哇 这样多行 红头巾哪来的 黑衣人系好头巾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能区分敌我就好 下一秒 系着红头巾的黑衣人 便和没有系红头巾的黑衣人打了起来 剑刃相接发出刺耳的吭腔声 场面一时混乱无比 在混战的过程中 这下众人更加分不清敌我 只能胡乱拳打脚踢 眼看着面前 这番颇有些无语的场面 老狱卒将还在吃瓜的软链绒 悄悄拉走 七公主 你快走吧 殿下吩咐说 要派人来救你的 不过 我看这两路人 都不太正经的样子 老狱卒将软链绒送出天牢外 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 只有几盏红色灯笼 照亮脚下的几寸 老狱卒交给软链绒一封信和一个布包 七公主 这是殿下的亲笔信和一些盘缠 他说 让你出去后 去找宁将军 让你俩远走高飞 永远不要再回来 想到自己不久前 才将软链皱 推飞撞在墙上昏迷 但是现如今 他依旧对自己这般好 软链绒不禁掩面哭泣 心中隐隐有一丝愧疚 然而就在这片哀伤的氛围中 他突然捕捉到了一阵异样的气息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与不安 仿佛有什么不祥的事情 即将发生 他本能地回过头去 眼神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 他的目光所及之处 墙头上的景象 让他不由自主地颤抖 那里一簇簇闪亮的剑簇 如暗夜星辰般 熠熠生辉 他锋利的剑尖 直指着他 每一次闪动 都仿佛能刺穿他的灵魂 随着刷一声轻响 那剑簇已划破空气 准确无误地射向他的方向 软链绒脸色骤变 内心的恐惧 如同潮水般汹涌而至 他感到自己 和无边无际的绝望 此时系统恰好出现 红色的警报光亮起 随着光亮警报 发出刺耳的声响 系统警报系统警报 宿主倒计时 即将归零 软链绒立刻捏了下去 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 让他几乎丧失了 自己刚来到 这个世界时的决心和勇气 救命 这个世界可太难了 听到软链绒的丧气话 系统打了个响指 求救已收到 随着一阵神秘的气息 在空气中弥漫 软链绒面前突然出现了几张奇异的卡牌 它们似乎是从虚无之中 被召唤出来的 每一张都准确无误地落在了他的面前 这些卡牌彼此之间 没有丝毫的粘连 仿佛是有某种力量 在指引着它们 正当他感到困惑之时 虚空中又传来了一个 低沉而严肃的声音 他询问他是否愿意开启一场 关乎命运抉择的冒险 这三张卡牌 虽然样式极其相似 但每张牌上所描绘的图样 却各不相同 其中一张卡牌上 呈现的是一把天平 另一张卡牌 则是由剑鹤工构成 最后一张的图案 竟是一个牛头 看着面前的三张牌 软链绒停止了哭泣 但是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哎 他缓缓伸出手指 点击那张 上面有着天平图样的卡牌 紧接着 随着软链绒的选择 三张卡牌全部翻转 他刚才选择的 那张卡牌上写着 续一秒 其他两张则分别是 赐作者一死 和取作者狗命 看到另外两张卡牌上的字 软链绒有些唏嘘 悬中的那张卡牌 很快生效 就在那转瞬即逝的一刹那 剑士即将贯穿 软链绒的胸膛 然而 剑尖就像是被一只 神秘的手轻轻握住 他在空中戛然而止 留下了短暂的停滞 软链绒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愣住了 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智 他迅速做出反应 双手护住头部 身体本能地 像一侧倾斜 避开着致命的一击 紧接着 只听着一声刺耳的呼啸 那剑从软链绒的身旁擦过 嗖声中 带着尖锐的呼啸 划破了他尖头衣服的布料 留下了一道显眼的伤口 虽然受伤 但软链绒心中却是一片轻松 因为他认为自己 已经成功地躲开了这场危机 那只剑簇 稳稳当当地插进地面之中 发出沉闷的趴声 剑簇的微雨 在微风中微微颤抖 显示出 拉弓之人的力大无穷 软链绒此刻只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 还未完全平息 一边暗自流泪叹气 系统不紧不慢地解释 刚才那几张卡牌的来处 刚才三位VIP用户 同时发动技能 触发系统 命运的抉择 系统服了服鼻梁上的眼镜 你运气不错 选了C 软链绒流泪心痛 嘴角流下血 真是我的轻读者 系统合上书本 但是这只剑上有毒 软链绒安详流泪 紧接着 他向后倒去 一句话还没说完 他在心里默默想 又要死了吗 在半梦半醒间 软链绒好像看到了 一个穿着蓝衣的男子 他手拿折扇 轻声笑着 你可不能就这么 简简单单死了 不知昏迷了多久 软链绒好像听到 身旁有人说话的声音 这个声音 软链绒轻轻睁开了眼睛 他的瞳孔 在逐渐适应昏暗的光线中 缓缓扩张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 是床上那张精致的被褥 床头的挨截上 摆放了一个小巧的香膜 上面的燃香 正不断地散发出 屡屡香烟 其烟雾缭绕 仿佛有生命一般 慢慢上升 弥漫整个房间 就在此时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身前正站着一个人意 他站得笔直如风 身上穿着一袭白衣 眼神深色而沉稳 似乎带着某种 不可言说的气息 软链绒轻轻轻地 在男人身上 只见他一只手插一二立 另一只手 轻巧地摇着一把精致的折扇 那扇子 随着他的动作 轻轻摇曳 增添了几分文雅之气 那男人的眼中 带着温和的笑意 仿佛能看穿一切 又像是身藏不露的智者 公主殿下在下温庄 促通医术 温庄说完这句话后 便收起了手中的折扇 软链绒 被他那一系列动作所吸引 一时间竟有些出神 当他看清面前的这个人时 不禁感到一阵脸红 心头泛起一股莫名的羞涩 这个人笑得真好看 半赏他发现不对劲 等等 我不是在天牢吗 软链绒立刻便对面前这个 自称温庄的男人 产生了警惕 你你是什么人 温庄敏唇轻笑 似乎对软链绒的反应 并不意外 反应到挺快 温庄不疾不虚 笑着向软链绒解释 公主莫怕 在下并非坏人 公主身上的毒 就是在下解的 软链绒正想说什么 就在这时 门口响起一阵急促 而响亮的敲门声 门外无人应答 那敲门声 却没有丝毫停歇 反而更加响亮 回荡在空旷的房间内 那群敲门的人 穿戴整齐 手持尖锐的武器 显然不是普通之人 见无人应门 为首的那人高声喊 太子令 公主失踪 全程搜寻 开门 听到声响 软链绒不禁放下心来 他露出满脸期待的笑容 我哥来接我了 太好了 话音刚落 空气中似乎还回荡着 他那清脆的嗓音 就在这一瞬间 一把锋利的长刀 犹如幽灵般出现 软链绒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手中的动作停滞了一瞬 那把长刀 已经悄无声息地 搭在他的脖梗前 冰凉的刀锋 让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 那是一位身着黑色制服的侍卫 他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软链绒的床边 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稳而有力 他的眼神冰冷无情 仿佛能洞察人心的深渊 他的声音同样是彻骨的寒意 像是从冰封的湖底传来 想活命就别出声 那语气之中 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命令与威吓 软链绒知道自己身处险境 但他也明白 此时此刻保持沉默的重要性 尽管心中涌起一股反抗的冲动 他还是极力压抑住 深吸了一口气后 他选择了顺从 不再发出任何声响 温庄没有说话 软链绒也直去地闭上了嘴 室内的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微妙而紧张的气氛 随着时间的流逝 寂静逐渐蔓延开来 如同冬日里最后一丝温暖 被翘无声息地带走 然而就在这个静谧时刻 门外的敲门声 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伴随着一声声碰碰的撞击声 像是一场无声的宣战 开门开门 再不开门撞门了呀 声音越来越大 每一下都显得那么急切 像是在催促着屋内的人 做出回应 软链绒感受到了这种 突如其来的压力 她的手不由自主地 抓紧了身上的被子 手心里满是汗水 她感到一股莫名的紧张 涌上心头 该怎么办 温庄却突然打开门 手中拿着一块 刻着风子的金色腰牌 她将手中的腰牌 展示给众人看 各位官爷 此处乃风雨楼驻地 没有见过公主 还望官爷赏几分薄面 被长刀控制的 一栋不敢动的软链绒 面色绝望 你们倒是进来骚啊 温庄回到屋内关上门 暴毙还凶 敏唇看着软链绒 软链绒咬牙赌气 骗子 温庄一把拽过 黑衣侍卫的衣服 将他从软链绒的身边拉开 都是他逼我的 温庄扯过黑衣侍卫 那把长刀 顺势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在下只是一介游依 被此人逼迫到 此间为公主之伤 黑衣侍卫 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软链绒独自坐在原地 只觉得分外荒唐 这到底是什么鬼 不多时 温庄和黑衣侍卫 便离开了屋子 长廊内 黑衣侍卫开口 殿下 城中官兵搜寻得紧 人恐怕藏不住了 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要不就地 温庄一脸嫌弃地 用折扇敲了他的头 黑衣侍卫委屈巴巴地 捂着被敲红的额头 此人能为区区一只剑矢所命 足见死而复生 就用折扇重重给了侍卫一计 苦辛辛苦苦 把人救回来 就是为了让你杀的 侍卫痛呼 我们不动手 上至太子妃也会动手 听到这句话 温庄的目光 紧紧在他身上停留了一刹 随即便移开 他漠不作声 只是静静地转身 温庄缓缓地迈了几步 直到站在栏杆后面 那里他可以将视线 放满整个上至国 软如皱并不糊涂 他心里清楚 而宁无归需要被找到 这不仅是为了任务本身 更是关乎大局的重要行动 去把宁无归找来 就说风雨楼寻得公主殿下 要与他做个交易 黑衣侍卫领命 很快离开 留下温庄一人站在原地 他喃喃自语 你可不能就这么死了 此时的上至国皇宫内 软煉容的失踪 如同一颗定时炸弹 在软如皱心中引爆 他愤怒地将手中的茶盏 狠狠摔在地上 杯盏破碎成数块碎片 茶水四溅 激起一阵水花 侍卫们吓得贵妇于地 头也不敢抬起 生怕惹来更大的怒火和责罚 还没有阿荣的消息吗 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冷漠的君主 他那张平日里温和的面庞 此刻显得异常阴沉和严峻 他的目光 如阴笋般锐利质问声中 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天牢那边如何 一个侍卫恭敬回 牢头回忆 昨日大牢 先是去了两拨人 都要将公主带走 双方混战至宁将军到时 公主已不知所踪 软如皱的怒火 在胸中翻腾 他紧握的拳头 捏得咔嚓作响 每一个动作 都显得异常用力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那名侍卫健壮 也是一阵慌乱 他的膝盖 像是被什么无形之物 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随后发出一声脆响 他终于跪在地上 与周围的众人一样 他们低下了头 身体颤抖着 眼中流露出惊恐和不安 属下查得劫狱之人 有一波似是太子妃手笔 恰巧此时有宫人进来通报 太子妃娘娘求见 软如皱心情颇为烦躁 他拒绝了太子妃求见的请求 宁乌归现在何处 底下的侍从达 宁将军正四处搜寻公主殿下 此时暂无消息 软如皱脸色更差 便是寻不到阿荣 便叫他下去 为阿荣陪葬吧 不必来见我了 软如皱转身大步离开宫殿 再见到太子妃的那一刻 软如皱立刻变了脸色 原本英智的脸色 瞬间变得异常生动起来 那种表情如同春天里盛开的花朵 既鲜艳又充满生机 他微微仰起嘴角 声音中带着几分愉悦与深情 爱妃来了 入夜月亮高高挂在天上 软恋容扶额蹲坐在墙角 满脸垂头丧气 系统在一旁用笔认认真真 写下颓丧两个字 突然有人轻轻敲门 公主 宁将军来了 软恋容看着放在桌子上的布包和信封 宁乌归 对了 太子哥哥的信 他想起老狱卒在把自己带出天牢时 交给自己的东西 这是殿下的亲笔信和一些盘缠 软恋容顿时来了精神 他还有银子和手信 软恋容坐到桌子前 打开信封 细细读这里面的内容 轻轻阿荣 见信如无 宁将军神兵天将就你逃出重围的样子 是不是很威武 其实这都是维兄安排的 随他走吧 剩下的是无需记挂 维兄皆以安排妥当 如昼 看完信封 软恋容不禁泪流 他眼面流出欣慰的泪水 宁将军 宁无归 那不是我的男主角吗 正人君子刚正不讹 还是上旨国第一美男子 这人绝对不会害我了 此时 房间的门被突然打开 三人走进了屋子 除了那黑衣侍卫和温庄 站在中间的 正是刚才 软如皱书信中提到的 宁无归宁将军 公主 宁将军来了 黑衣侍卫正色 紧接着 他转身对宁无归 希望将军不要食言 宁无归则向他作医 宁无归言出必行 听着他们的对话 软链蓉一头雾水 这又是什么的情况 宁无归在软链蓉面前 双膝跪下 臣就驾来迟 请公主赎罪 软链蓉顶着满头的问号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宁无归又附身低伏在地上 臣带兵无方 败于目泽 雷吉公主 罪该万死 软链蓉更觉奇怪 哪里哪里 这其实也有一份功劳 宁无归继续 城外马车已经备好 暂请公主委屈几日 待到达目的地 臣即刻迎娶公主 软链蓉的笑容 将在了脸上 我哀 一想到无时无刻 不再减少的王国倒计是天数 软链蓉连忙摆手 将军你冷静一点 你娶了我 陆飞飞怎么办 软链蓉在内心哀嚎 上指将军宁无归 丞相之女陆飞飞 轻骂竹眉 狼才女貌 这可是本作者清点的 正宫男女主挖威 软链蓉黑了脸 被宁无归几句话 搅得分外困扰 娶我是个什么骚操作 宁无归闭上眼 语气里满是愧疚 臣乃败君之将 岂有颜面求娶陆小姐 听到这话 软链蓉扯了扯嘴角 兄弟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吧 日光下 下人铲着妹 带着青沙帮 少主来到了 关押软链蓉三人的小屋子前 少主我把他们三人关押在了这里 下人点头哈腰 公公静静明请 青沙帮少主一只手掏着耳朵 一边心不在焉的敷衍硬着 紧接着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 脸上的笑容有些猥琐 对了 那冒充上指公主的人 长得如何 好看吗 下人连连硬道 是挺好看的 青沙帮少主转过身 有些不悦地 看了身后的人一眼 好看你还跟来做什么 他向前几步 推开了屋子的门 记住等下 无论里头有什么动静 都不准进来 下人只好领命退下 青沙帮少主推门走近 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历生质问 屋子里被关押的几人 你们就是假冒上 只和亲队伍的人吧 屋子里面的三人 被围捆在一根 粗壮的木桩上 三人的双手 都被细绳捆住 宁乌龟狠狠瞪着他 温庄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反应 青沙帮少主继续道 只要进了我青沙帮的地间 不仅得把你们的金银珠宝 都给我交上来人 也别想跑 他又走上前 捏住软链绒的下巴 咧着嘴笑 特别是你这种 姿色尚渴的小妞 就留给我做第三十八房小妾吧 软链绒 一副楚楚可怜的委屈模样 看起来更惹人心疼 人家 就只能做第三十八房小妾吗 温庄在一旁暗自憋笑 软链绒继续道 如果人家 把上至公主 真正的行踪告诉你的话 少主要怎么奖赏我呢 青沙帮少主 没开眼笑 他喜自知地说道 当真 如果你将 那上至公主的行踪告诉我 我立刻迎娶 你做我的压寨少夫人 眼见鱼儿自己咬上了钩 软链绒倾笑 那好少主请傅儿过来 宁乌龟已经举起了麻布袋子 悄悄地在一旁等候 青沙帮少主俯下身去 下一秒那麻布袋子 便套在了他头上 宁乌龟立刻将封口 用绳子系紧 青沙帮少主挣扎着 但是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捆住三人的绳子 已经被解开 宁乌龟和温庄两人 对着被蒙住头的 青沙帮少主拳打脚踢 哎呀疼啊 青沙帮少主抱着头 蜷缩在地上 软链绒在一旁看戏 还不忘添一把柴火 少主 你不是要我大力一点吗 守在门口的下人 只能听到屋里面 软链绒的声音 和少主的惨叫 少主 您再叫大声一点 一个下人 有些听不下去了 他忍不住说道 少主叫得可真惨啊 我们真的不用进去吗 另一个下人 却早已见怪不怪了 你不知道 我们少主 和他那几十个小钱 都是这么玩的 一准没事 殊不知 那您乌龟和温庄 教训完了 青沙帮少主 已经悄悄躲在门后 准备解决 守在门口的两人 温庄轻轻将门推开一点 我负责东边的 您乌龟点头 那位去西边等下会合 方才还在聊天的两人 被点了雪梯飞了出去 不多是青沙帮里面 所有的仆役全部被 捆绑住双手 跪在三人面前 他们的少主 被蒙着头 跪在中间 一个个呲牙咧嘴 喊着疼 阮链戎手中拿着 不知从哪搬下来的树枝 不紧不慢地 敲着自己的手心 都抓齐了吗 温庄接道 宁将军可厉害得很 连火防的大厨 都被他抓过来了 整个青沙帮 全军覆没 宁乌龟站在身后 单手插着腰 过讲过讲 阮链戎停下了 敲打自己手心的动作 既然如此 那我便开始审问了 他用树枝 指着青沙帮的少主 下方何人 还不速速报上明暗 青沙帮少主 只是一个劲地喊道 别杀别杀我 软链戎将 套在他头上的麻布袋取下 只见那青沙帮少主 早已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很是不服气 我父亲是青沙帮帮主 他有钱得很 他会数我回来的 听了这话 软链戎非但不出 反而脸上的笑容 更加凶神恶煞 青沙帮 虽然近年来 无恶不作 但顶多也就是求财 你们以来就要杀我 说是谁派你来的 青沙帮少主眼神躲闪 看起来 似乎是想逃避这个问题 但也更加说明了 他心里有鬼 以及这件事 绝对有幕后推手 还在犹豫着呢 一把剑便架上了他的脖子 宁无归立声道 我不想听废话 青沙帮少主 哆哆嗦嗦 从怀中的口袋里 掏出一张纸 是一个神秘的男人 他给了我一张药方 他颤抖着双手 将那张纸奉上 是他让我杀了上纸公主 软链戎接过那药方 青沙帮少主哭得厉害 他说 他能让青沙帮攻下上纸的 都是他干的不是我 软链戎看着药房若有所思 难怪您乌龟这般厉害 都打不过刚刚那群劫匪 原来是这药粉的缘故 软链戎也不过多废话 他伸手揪住青沙帮少主的衣领 说那神秘人 还有什么线索 青沙帮少主 汗如雨下 他留下痘大的泪水 其他的我便不知道了 但他说 他叫阮玉 听到那个名字 温庄和软链戎 同时变了脸色 什么 软链戎伸手便要打 空口无凭 你可有凭证 青沙帮少主连忙道 在我的衣服里 有一份他寄来的书信 您看看便知 宁乌龟蹲下身 在他怀中找到了 他口中那份 鸾玉寄来的书信 交给了软链戎 公主您看 软链戎看着那书信 眉头紧皱 落款居然真的是鸾玉 他紧紧攥着那封书信 可是在我的设定里 临安国主鸾玉 根本就不是这种 勾结小人的人 他看着那书信 陷入了沉思 难道又是蝴蝶效应 见软链戎 久久没有反应 宁乌龟也有些担心 他开口 若是信件属实 那公主 你还要去临安国吗 一旁的温庄垂眸 脸上的表情也不好看 到底是谁 软链戎摇了摇头 就算如此 自己也得去临安国一趟 他踢了踢 还跪在地上的青沙帮少主 你把我们的东西 都抢到哪里去了 青沙帮少主 连忙指了指旁边的那间屋子 在西乡房内 您放心一点都没动过 软链戎跟两人商量道 我们今晚在这安顿一晚 明天继续出发 您乌龟领命 青沙帮地处偏远 自然环境倒是很好 衣衫傍水非常幽静 一只白鸽 咕咕叫着落下 落在了温庄的指尖 温庄抓住那只白鸽 在他的爪子处 塞入了一张小纸条 然后将白鸽重新放飞 温庄看着逐渐飞远的白鸽 背影显得分外孤单落寞 下一秒不远处的草丛中 传来一响 拿命来 然后是一阵公鸡的咯咯声 软链戎在草丛后面 哀呦一声 猫着腰 不知道在干什么 温庄有些无奈 只见软链戎扑腹在地上 看着面前两只昂首挺胸的公鸡 咬着牙嘴里恨恨的 我就不信了 今天还办不了你们 温庄走过来 走到匍匐在地上的软链戎身后 公主天都快凉了 明天一早 我们就要启程 您不睡觉 在这里抓鸡 是在做什么 软链戎气急了 他插着腰站起身 还不是他们 吵得自己睡不着觉 我要把他们 做成顺指原味剂 看他们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温庄站在软链戎旁边 默默闭上了嘴 原本还士气高涨的软链戎 突然又低落了下来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怎么才能抓住他们 听到这话温庄轻轻笑了 笑容带着一丝宠蜜和无奈 他露了袖子 走到软链戎身前 我来吧 虽然草民不知道 您所说的 顺指原味剂是什么做法 但叫花鸡 还是知道怎么做的 鸡毛飞了一地 公鸡哥哥的扑腾乱叫 很快 泥巴包裹着的叫花鸡 便被放在了铁架子上 滋滋滋的烤了起来 浓郁的香气不断飘出 温庄捋起袖子 用扇子扇风 意图让烤火的火势更大一些 软链戎坐在他旁边 满脸崇拜 温庄你也太厉害了吧 温庄笑道 不足挂齿草民 在外生活习惯了 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外表的黄尼壳被敲开 烤熟的叫花鸡还冒着热气 软链戎掰下一只鸡腿 那我就不客气了 此时温庄突然伸出手 你的鼻子上有东西 我帮你 温庄的手擦过软链戎的脸颊 软链戎立刻红了脸 好在他很快恢复了寻常神色 如此良辰美景 如此美味真羞 没有酒怎么能行 他不知从哪拿出了一坛酒 幸好 我偷偷藏了这个寨子的酒 是兄弟 就和我干一杯 不知喝了多少 软链戎的眼神 已经有些迷离 他的脸颊 泛着微微的红韵 应当是 酒劲已经起了作用 他打了个酒阁 旁边是不知道多少坛 已经被喝光了的酒 温庄还在烤着鸡肉 软链戎则抱着一坛酒 温庄你一个大夫 怎么做饭这么好吃 酒量也这么好 说到这软链戎炖了一下 紧接着 一副花痴的模样 看起来有些滑稽 还长得这么好看 听到这句话 温庄烤肉的手一顿 他抬起头 笑着看着 已经有些醉意 神情恍惚的软链戎 公主你喝多了 软链戎扔下酒坛 向温庄靠近 他学着浪荡灯徒子的样子 一手捏住温庄的下巴 一边傻呵呵的乐 想要调戏温庄 小美人笑一个 温庄僵住了身子 满脸黑线 他抓住了软链戎 在自己脸上乱摸的手 然后准备将 软链戎身边的 酒坛子移开 公主 你不能再喝了 软链戎一把夺过酒坛 他红着脸反驳道 我才没喝多 虽然这句话 毫无说服力 紧接着 他放下酒坛子 向温庄扑了过去 嘴里还说着调戏的话语 小帅哥 不如就这么 从了我吧 他伸手摸着温庄耳边的长发 嘴里絮絮叨叨 我写书赚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温庄的脸 不知何时突然红了 软链戎倒下 靠在温庄的怀里 还在继续畅想着 自己和小美人的美好未来 我们可以买一套 三十两厅的大房子 还可以话还没说完 软链戎便不剩酒力的 在温庄的怀里 睡死了过去 温庄一愣 此前从未有女子 这样喝醉了 睡倒在他怀中 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温庄有些无所适从 他的手停顿在半空中 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为好 适从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主人我送上纸公主回房 温庄拒绝了 他起身抄起软链戎的西弯 将人整个抱起 温庄脸颊飞红 他看着在自己怀里 熟睡的软链戎 心想 真是个胡说八道的小骗子 一日一行人带着 从土匪头子那里抢来的 车辆麻痹和人力 来到了临安国的边境城门 守城的士兵拦住了他们 站住什么人 宁无归骑着马在最前头 他拿出通关文书 我们是上纸国使者 这是我们的通关文书 守城士兵接过了文书 便去去请守城长官 一旁的守城长官 接过文书 打开细细看了一遍 原来是上纸来的使者 可惜了 宁无归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守城征管和上文书 抱歉的笑了笑 按照临安律力 边境城门一关 即使是国主 都不能随意进出城门 众位今日 怕是无法进城了 不过城外有家客栈 众位上只远到而来的使者 可以在那休养两日 听到外面的响动 软链戎先开车帘 发生什么事情了 宁无归转过身 对软链戎说 临安国边境 永定城的城主 推托城门 一关 不便接待 让我们在城外的客栈 休息一晚 听到这个说法 一旁骑着马的温庄 挑了挑眉 软链戎则打了个哈欠 因为昨晚的事情 他没有睡好 现在困得不行 听到宁无归的话 他也没有细细多想 便硬了下来 也行 我们找个地方 先凑合凑合吧 宁无归牵着 缰绳调转方向 对着从青沙帮 带来的下人道 护送公主 一驾找一处客栈下榻 一行人调转了方向 向客栈走去 一个守城士兵 在守城长官耳边低语 长官那客栈 已经联系妥当了 守城长官脸上 原本憨厚老实的笑容 顿时消失 变得极为阴致恐怖 记住坐得干净一点 千万别让他们的血 沾进我永定城的土地上 马车愈行愈远 三人还不知道 他们即将迎来的是什么 几人行了几里路 终于来到了 最近的一家客栈 那客栈叫做 营幼客栈 两层小楼高 装修倒是还说得过去 软恋容一边伸着懒腰 走进客栈一边感叹 自己今晚一定要沐浴 宁无归 则拿了一钉金子 给了掌柜的 整间客栈抱下来 不得喧哗 掌柜的一手托着算盘 一手拿着金元宝 这样颇天的富贵 收了那一钉金子 他连连答道 明白明白 宁无归对软恋容说 宫主臣先去看顾马匹 宁童文庄先生 先上楼休息 软恋容点头答应 宁无归离开后 客栈掌柜的 也没让两人久等 他很快拿着 装了门牌的托盘走来 天字房 已为宁准备妥当 贵宾请上楼 有什么需求 也请吩咐小人 一路车马劳顿 软恋容早已饿得 前胸贴后背 好说好说 先给我安排上一桌子 好酒好菜 本公主离开前 肯定重重有赏 反正也是宁无归出钱 软恋容从托盘上 拿起一块门牌 选好了门牌后 软恋容跟着温庄上楼 温庄好巧 他笑嘻嘻地看着 走在自己前面的温庄 我们住隔壁爱 温庄点点头 旁边的帐房先生 偷瞄了眼两人 软恋容上楼的脚步一顿 不过为什么总觉得 有人盯着自己 那股从四面八方来的寒气 让软恋容有些发抖 好像有一道道 视线紧密地缠着他 让他透不过气来 经历了一系列的意外 软恋容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警惕 他可以快速地发觉 到周围不寻常的气息 软恋容下意识地转过头去 看向在一楼大厅内的人们 然而那些人都低着头 店小二们 在认真擦着桌子 时刻低着头喝茶用餐 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仿佛刚才 软恋容那一瞬间的游移 只是错觉而已 只是他现在有些 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罢了 就连软恋容自己 也有些纳闷 难道是自己搞错了 为了安全起见 软恋容并不打算 把这件事当做错觉 他快步走到温庄身后 伸手扯了扯温庄的袖子 温庄转过身 软恋容继续小声道 我感觉这里不太对劲 好像一直有人在看我们 你们黎安国难道也有 卖人肉包子的黑店吗 温庄反手握住软恋容的手 示意他安心 公主不用担心 黎安国国风淳朴 不会有什么人肉包子店的 都在你隔边 随时叫我们即可 听到这句话 软恋容这才放下了心 他连忙点头没问题 软恋容的目光中 透着几分柔和 他轻轻将小福子 从地上扶起 动作轻柔而自然 那股最初在他面前 流露出的威严之气 似乎在此刻被悄然收敛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亲切而温暖的气息 他的脸上挂上了微笑 不再是之前那种冷漠的表情 而是换上一副 更加随和亲近人的模样 也罢 这里里外外 也是需要有人照料的 你就先留下吧 小福子正正地看着软恋容 软恋容继续道 不过 你这名 咱得改一个 正在思考 该如何给小福子改名 软恋容正巧看到 手边的奶茶杯 杯壁上写着四个字 拨拨奶茶 软恋容灵机一动 他举起奶茶杯 对着小福子道 以后你就叫奶茶吧 系统 在一旁暗暗吐槽 得 还是想喝人家的血 就在这时 一男一女 突然闯进了官居宫 那女人声音很粗 一边闯进来 一边高声喊着 容容容容容 那女子身材 比一般人高出了不少 见到软恋容后 便直直走了过来 眼中满是急色 小福子走上前要拦住 那奇怪的女人 却因为身高的差距 直接被人一手遮住了脸 小福子感到一种 无奈与挫败 他试图用自己的行动 去阻挡那名 神秘莫测的女人 却在那个女人 面前显得如此渺小 他如同巨人般 高高在上 而小福子 只是一个普通人 身高的差异 让她连触碰到 对方的机会都没有 软恋容看着 那身材壮硕的女人 向自己走来 被吓得连连后退几步 满脸抗拒 不是 这位大姐 你谁啊 听到这句话 女子脸上 竟多了一丝愤怒和羞涩 小福子被软恋容 按住肩膀 挡在身前 他夹在两人中间 哪也去不了 因为这奇怪的氛围 而左右为难 女子暗暗攥紧拳头 我是你哥 我是谁 软恋容大惊 他看着面前 穿着宫女衣服的女人 愣愣地喊出了声 哥 一旁有人扑斥一声 笑出声来 像是历史重演一般 仿佛不久前 也才发生过 类似的事情 在一番尴尬的境地 有人不解风情地 直接笑出了声 软恋容的视线 随着那声音跟了过去 发现跟着 软如皱进来的男子 正是前几日 中毒时遇到的温庄 温庄见软恋容的视线 终于落到了自己身上 他恭敬地拱手作衣 与其里满是真诚 是你 温庄笑道 没想到 这么快又见面了 软如皱此行女装 还带着温庄前来 为的就是查清 软恋容体内的 余下未被清除的剧毒 到底为何物 软恋容躺在床上 伸手搭在温庄的手上 这本是很正常的 带复位患者把脉的姿势 但是 在魅控软如皱眼中 却是温庄牵着软恋容的手 眼中还带着一些 不合时宜的情侣 颇有一些暧昧的氛围 如此这般 软如皱当然不能忍 软如皱扯过温庄的后衣领 将她拉开 离软恋容远远的 喂喂喂 温先生 你看病就看病 这也凑得太近了 温庄将软恋容的手丢开 不太高兴地转过身 看着软如皱 殿下既然不乐意 那你来 软如皱立刻端坐好 躲避着温庄的视线 你来你来 是我失脸 岂敢质疑先生 温庄脸的神色 语气里 却还是有些不耐 要不是 看在殿下跟陈香蕉多年的份上 我可不敢冒死进攻 软如皱满脸不耐烦 她敷衍地附和着 感觉多说一句 都是自己吃亏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紧接着 两人一句接着一句 扮起嘴来 温庄继续道 你稀罕你妹妹 我可不稀罕 软如皱敷衍的鼓鼓掌 声音随意慵懒 对对对 我妹妹配不上你 看着两人扮嘴的软恋容 总觉得这种气氛 有些怪怪的 感觉这两人有点般配 是怎么回事 软恋容越看着两人 越发觉得 这种氛围奇怪 爱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的问号 软如皱和温庄 你一句我一句 越吵越激烈 基本上忽略了 还在旁的软恋容 软恋容弱弱开口 你俩能不能 两人同时转身开口 你闭嘴 软恋容默默闭上嘴 等到两人终于消了气 温庄给软恋容把了卖 查清了体内的余毒 究竟为何 殿下 看症状 公主中的是五日断肠散 软如皱听不懂这些药名 她只关心软恋容 什么时候能够痊愈 软如皱满脸不耐烦 什么五日六日的 你快给小妹解毒 需要什么药材 你尽管说 然而 温庄却俯身作医 抛出了一个 让两人都愣住的答案 殿下 此毒唯有临安皇室可解 折扇后的温庄眼睛中 闪烁着一丝别样的光 臣无能 软恋容想起了那日 对准自己的剑簇 心中不免有些忧虑 那剑上的毒先生 不是已经替我解过了吗 温庄解释道 本来这五日断肠散 是在五日之后 才会毒发 但是由于公主体内 还存留有镇灸 以及剑伤的毒 温庄伸出手 给软恋容比了一个数字 现在恐怕只剩下三天了 软恋容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一句话 她被接连的坏消息 打击得连连后退 跌坐在床上 却还是不死心 想知道 有没有活命的办法 有什么解毒的法子吗 温庄刷一声打开了折扇 笑着看着软恋容 臣听说临安的台子 鸾玉已经到了上址 那鸾玉听闻 公主复活 仍然求取 温庄微微眯了眯眼睛 定定地看着软恋容 何不干脆嫁给她 不行 软恋容和软如皱两人 拒绝的倒是干脆 被如此决绝地拒绝 温庄倒是也没想到 她愣了一下 脸色有些难看 她继续想着 给自己找不 为何我听闻 那鸾玉风流倜傥 绝对不行 软恋容瞳孔皱缩 眼神里充满着畏惧的神色 你只听闻她风流倜傥 那你可曾听说她 暴虐诚信 变态至极 患养难宠 奸淫掳掠 无恶不作人面兽心 蛇邪心肠 软如皱和软恋容 你一言我一语 将这世上流传的 鸾玉本人的性格 全都说了出来 温庄的脸色 已经差到了 不能再差的地步 见温庄没有说话 软如皱抓住她的手腕 开始控诉 温庄 你说这样的垃圾人 我怎么可以把妹妹嫁给她 温庄一时无语 软如皱握着她的手 发觉有些奇怪 哎 你手怎么这么凉 软恋容倒是想到了一个好法子 哥哥 不如我们把鸾玉绑了来 逼他们给我解药 软如皱眼中放光 她正色道 此法可行 温庄看着面前焦头接耳 触谋划策 准备绑架鸾玉的两兄妹 不禁有些无语 这兄妹俩 莫不是傻子吧 这时 小夫子推开请殿的门闯了进来 不好了 不好了 因为跑得太急 小夫子进门的时候 还被门框绊了一下 禁军 他看着面前的三人 禁军我看到禁军统领带着人 气势汹汹的 朝官鞠躬来了 软如皱立刻反应过来 他脱下自己的衣服 对软恋容道 快 容容 你换上宫女衣服 扮成宫女 我安排温先生带你出宫 软恋容按住了软如皱 正在脱衣服的手 他眉头微粗 显然不赞同软如皱的做法 哥哥 我不能走 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然而软恋容的内心 却在哭泣 哥呀 不是我不想走 读者爸爸们 是不会允许我走的呀 软如皱按住软恋容的肩膀 神色是前所未有的的紧张 和不容智慧 容容 你必须得走 如今 上旨的情势危急 虽然万般不情愿 但是软如皱 还是选择了说出了真相 穆泽的小皇帝 和临安的变态台子 就是想杀了你 复苏上古神剑啊 软恋容心中一惊 上旨国的皇帝 并非两人的亲生父亲 而是两人的叔父 并因此对两人多有忌惮 软如皱继续 而咱们的那位好叔父 一定也不会放过你 软如皱面色一沉 上次我私放你出宫 他如今正好抓了把柄 关我禁闭 想要借此事 废了我 他这个时候 派禁军过来 他是想带你去今晚的战兴大会 此时 一行禁卫军 已经浩浩商商地走了过来 然而软恋容却并不害怕 反而像是被激发的斗志一般 哥哥 到了我们该反击的时候了 他紧紧握住软如皱的手 皇上突然开启战兴大会 不就是想利用我 改变紫薇形象 好名正年顺地废了你吗 软恋容言辞坚定 我定不能让他如愿 在一旁许久未出生的温庄 突然开了口 他的想法 与两人并不同 他并不认为 这些禁军 是冲着软恋容来的 恐怕这些禁军 是冲着殿下你来的 听到温庄的话 两人都是一愣 说话间 禁军已经到了请殿的门口 太子殿下 七公主 禁军统领恭敬地 对着门口作依 皇上特命我来接你们 去占星大会 里面的人应了一声 进来吧 禁军统领推开门 随即他招来工人 工人的手里面 拿着一个托盘 里面是一件华服 送进来 殿下请先更衣 紧接着 他继续道 皇上命我给太子殿下带句话 你若是想看公主 把公主接过去便是 打扮成这样 实在是有诗体统 虽是平常话语 但是字句间 不乏对软如舟的控制与压迫 也不知到底 真的是皇命所言 还只是狐假虎威 对失去实权的太子的 落井下石 软恋容却上前几步 什么体统不体统的 他抱着双臂 站在禁军统领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难道萧统领跟后宫妃子 思乡授受 就成体统了 想到自己在文中写的 萧统领与后宫妃子偷情的片段 软恋容在心中暗爽 小样 那点牢底我分分钟点你八个点掉 好歹是成了口舌之快 占星大会 还是得跟着禁军一同去的 在上旨国 国人崇尚占星 皇室设立了天官司 专门掌管占星和祭祀的所有事宜 并且每年在观星楼 举行观星大会 观星大会主要关国朝运势 为苍生祈福 观星楼处立在崇山之巅 据说 那里是距离星空最近的地方 而阮恋容的母亲 曾是上旨国轰动一时的新屋 好景不长的是 阮恋容的母亲 在成为皇妃的第三年病逝 而那一年 阮恋容年仅13岁 第二年 他们的父皇病逝 皇宫内外 揭穿着麻布校衣 举国扶桑 更有传闻说 先皇娶了女巫 因此 坏了上旨的气域 又因为太子阮如皱 太过年幼 皇位便落到了他们的叔父手中 而当今的皇上和皇后 还愿意留下阮恋容这个公主 当中缘由 可谓是耐人寻味 阮恋容走到了屏风前 屏风后 正是当今的皇上与皇后 荣儿见过皇上 阮恋容知道 只有新屋的后代 才能开启观星镇 前世的公主 也正因为 仗着这个 才敢那么豪横 荣儿 快免礼吧 阮恋容恭敬起身 谢皇上 阮恋容清楚知道 如今高坐地位的皇帝 看着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那是透过新人念故人的心思 阮恋容心里暗想 咱们这位皇上 也曾对我的母亲深爱 他牵了牵嘴角 但是爱而不得 阴爱生恨 一旁的皇后开了口 离惯性 会还有两个时辰 荣儿先去偏店 做下准备吧 他对阮恋容 倒是没有半点好脸色 若不是阮恋容 护着阮如皱 他自己的儿子 便早早就能登上太子之位 阮恋容领命离开 皇后盯着他的背影 心中暗生毒计 死丫头 过了惊艳 你就什么都护不住了 回到了休息的地方 阮恋容这才卸下了力气 他摊在椅子上 不断用手扇着风 小福子站在他身旁 刚刚这顿 闭装得好累 就在此时 一个微信群聊的聊天界面 出现在半空中 群聊名称 王国倒计时300天 群里面有50个人 阮恋容发送消息 读者大佬们 这个时候 难道不给我一个金手指吗 我是个冒牌货呀 我哪懂什么关心证 系统回复 你自己设定的 你自己不知道 阮恋容哭泣 我小说里 只是一笔带过呀 没真开启过这玩意儿啊 系统感叹 自作孽呀 一个名叫 在线给作者 鸡刀片的读者发消息 看你出球 居然有点小期待 阮恋容无语 又一个名叫 每天一问 今天女主下 现了妈的读者发送消息 加油呀 小表杯 阮恋容 持续无语 此时 一个名叫 男主是我的的读者说话了 我觉得 男主会救你 阮恋容愣主 我还有男主呢 男主是谁 男主是我的读者 被群主禁言 阮恋容大无语 小夫子推了推阮恋容 公主 要不还是听太子殿下的 咱逃吧 这时 窗外传来了 禁军萧统领的声音 公主 公主 阮恋容走去打开窗子 萧统领正蹲坐在窗檐上 阮恋容汗颜 哇 萧统领 你这身手很熟练啊 萧统领有些尴尬 额公主 属下已经打听清楚了 现在还是避一避的好 皇后已经在观星楼设了埋伏 只要观星镇一开启 公主会被当场诛杀 阮恋容皱眉 心中大害 被皇后此般不计后果的赶尽杀绝惊住了 诛杀我们 不知道穆泽和林安 都等着和我和亲吗 萧统领支支吾吾的继续说 他们他们打算用五公主顶替你 阮恋容一愣 五姐姐 阮恋容气急 她伸手将茶杯狠狠放到桌子上 发出砰的声响 他们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五姐姐被他们冷落了多年 现在却想让她去送命 阮恋容立声道 他们是觉得我死了 就没人能复苏神剑了吗 阮恋容继续痛骂 狗皇帝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也绝不让别人得到 话音刚落 房梁上传来了掌声 有人站在房梁上 目睹了刚才的一切 没想到 公主居然是个智商在线的 阮恋容抬起头立声道 谁 萧统领一手搭在配剑的把手处 随时准备与不速之客对战 那人一头银发 脸上戴着白虎面具 倒挂在房梁之上 我是来救公主的 下一秒 跳到了阮恋容的身后 阮恋容僵住了身子 不敢轻举妄动 好快的伸手 还没等阮恋容反应过来 那人竟直接抄起阮恋容 以公主抱的姿势 将人直接带离了屋子 公主我就先带走了 小夫子赶到窗边伸手大喊 公主 那人用肩膀 扛着阮恋容 来到了一间屋子 阮恋容在他的肩头剧烈挣扎 他无力地喊道 你放我下来 声音中带着颤抖和恐惧 他的双手紧紧抓住衣巾 试图摆脱对方的掌控 他们走到屋内 那个人没有丝毫犹豫 一把将阮恋容从肩上 丢到了柔软舒适的床上 阮恋容被摔得猝不及防 一阵头晕目眩之后 他立刻警惕地环视四周 寻找着逃离的机会 但是 他面前的男人 却如同此地主人一般 从容不迫 银发男人摘下了面具 露出一张俊美绝伦的容貌 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美丽 他穿着的服饰 并不是中原地区常见的装束 反而散发出一股 神秘又迷人的气息 他的眼神深邃莫测 仿佛能洞察人心 男子站在床边 用那双深邃的眼睛 打亮着软恋容 他嘴角微微上扬 发出了低沉淡悦耳的笑声 轻挑地说道 我当然是你惊艳的 话音未落 他已经俯身上前 压住了软恋容 他的手轻轻 捏住了他的下巴 强迫他抬起头 带着一丝细血的意味 夫君